这个人啊就是长得也挺好看的 然后个人挺高的 也挺有才华的 我就一直想找一个这样的人能够在一起 但是后来出的时间越来越长 我慢慢发现 他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 那么努力 他专业课上的第一名 只不过是因为他在这方面特别有天赋 所以我觉得就有些失望 你的意思是有天赋的人反而让人失望是吧 不是他是光有天赋 但是他不去努力 我们现在已经大三了嘛 然后已经开始定这个保研的名额了 我俩当初就一起决定要一起保研 现在我已经是保研了 但是他还没过 他明明专业课那么好 在我们一直都是第一名 却因为英语底子差 就视之交臂了 我就觉得很可惜 我说那你去报一个网课吧 你好好学 建设几天 哎放弃了 你为什么就不能好好学呢 明明就差这么一点 其实我已经挺努力的 我不习惯在人前面学习 我都是自己偷偷学的 你不知道 然后确实是底子很差 给我造成了很大一种挫败感 导致我就学不下去了 当初我答应你说跟你一起保研的时候 也是因为怕你伤心 我怕你难过 那我还能逼着你啊 对啊 这保研这件事本来就是你逼着我去学的 其实在我心里吧 我就觉得我并不是那么想保研 你也知道我家庭条件并不是那么好 我觉得保研不一定是我唯一的出路 我可以通过我这几年的学习 毕业找一份属于我自己的 我喜欢的工作 一样可以给我们一个美好的未来啊 对 的确保研不是唯一的出路 但是他对于我们的未来来说是好事啊 就来一句啊 您说 就是保研和谈恋爱之间 他的逻辑是什么逻辑 我觉得 人生比本科生毕业在就业竞争里面 会有一个很大的优势 对于我俩来说都是一个好事啊 这是个人有个人的认知嘛 因为读书的方式很多 在学校里读是一种读 生活里读也是一种读啊 每个人的这个想法不一样 至少在这个层面啊 你觉得他有点让你失望 是 那这个我就不强迫他了 我就说 那你既然你觉得啊 你毕业之后 你想找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 然后利用你学习来工作 挣钱 那你现在你完全可以利用 客余时间 你去找份工作呀 找份兼职啊 一来吸收一下社会经验 二来你也是给自己赚点零花钱 给家里减轻负担啊 我赚了 对呀 那是我给你介绍的呀 我就给他在我毕业的一考班 找了一份工作 让他教教课什么的 一个月就三四节课 还有那么多时间呢 你怎么就不能再找一份兼职 你就是喜欢啊 就打打游戏 吃鸡 网者荣耀 刷微博 刷抖音 我在学校 我是一个学生的身份 我在你面前 我要做一个好的男朋友 我回到家里 我还要做一个孝顺男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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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看电影 我也不需要你带我去吃饭 你要是说你跟别人一样 那就算了 但是你关键是 你现在你自己在外面租着房子 你有一定的消费 我希望给你省点钱 你最好自己也能挣点钱 你是为我好 但是有句话叫开员 叫节流 我这开员开的不是很大 但你那边节流 节的也不是很好 就是我在外面租了 这么40平米的小房子 他到我那房子里之后 就跟我说 你这屋怎么什么都没有 还这么乱 那我给你买点东西吧 然后他就拿着我给他这些钱 网购回来 各种的卫生纸 洗衣液洗衣粉 乱七八糟的 本来就租的房子非常小嘛 就好像一个仓库一样 那是因为你不收拾好吧 就是卫生纸啊 洗衣液洗衣粉什么 这都是日常消费用品 趁着便宜 你多买点 你囤着 也是给你省钱的大哥 对你生活能够 就强迫我早睡早起 早吃饭 不让我打游戏啊 每次都因为这些小事 我们去争吵 然后你跟我生气 然后我去哄你 还哄不好 就感觉一个妈妈寡儿子嘛 就这意思嘛 好好学习努力工作 努力工作好好学习 未来你是要娶媳妇的人 没有责任感 是这意思吗 我觉得就是我俩的感情一直很好 也没有说什么 因为就是一些别的乱七八糟的事 而吵过架 我俩吵过最多的架 就是因为这些事 让他好好的有一个生活习惯 他不去做 让他去攒钱 让他去省钱 让他去挣钱 这些事你都干了吗 我干了呀 我就怕以后 你跟不上我的脚步了怎么办 那他就掉队呗 不让他掉队 他掉队就掉队了 那不行啊 为啥不行啊 我不想让他掉队 但是我跟你跑一定很累 我不想再累了 所以我今天来就是想求 生活压力很大 很累 就是我想追求 属于我们自己那样的爱情的生活 他一直就说 想给我一个幸福的家 一个幸福的未来 就是一直在跟我说 也不去做 我俩之前吧 是看好了一套房子 在这个沈北 八十多平不是非常大 然后低段的不是非常好 八十多平还不是非常大呀 那也要想到以后啊 这个房子可能说 十年二十年都不会换 那要想到三口之家 也要想到父母来 要住哪 所以就是八十平 是一个中规状 你真是 规划的好长啊 我俩之前商量好了 是他家来付首付 然后我俩一起还贷款 那为啥是他家来付首付呢 我感觉已经是我家 做出了一个让步了 因为我周围的很多朋友呢 就是 都是全款 对 都是南方全款 既然你家付起的话 没关系啊 你家付的首付 然后大家一起还贷款 我可以跟你一起省钱 挣钱吃苦 但是我还是要让自己 有一点心理宽慰 首付不是我拿的 然后我妈呢 没有嫌弃他父母离异啊 不是原生家庭 也不会嫌弃他家庭 条件不好 我妈跟我说 只要他这个人上进 对你好就行了 但是我现在看在眼里的 都是他说 我现在还没毕业呢 我要享受这个大学的美好时光 我不想出去挣钱 你别老逼着我 你别老管着我 其实对于一般人来说 这个不是错误的 只不过对于他来说不行 为啥啊 因为他的家庭跟其他人不一样 他的起点就要比别人要早 现在咱俩已经二十四岁了 他家庭跟别人怎么不一样 比如说你看我们身边的朋友 男生他们可能说 一毕业家里就给找了工作 就把房子给买了 你只要你以后给我 娶个媳妇就行了 但是他不行 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吗 不是吧 我就是这个大多数孩子是这样 还是南方买房子比较多吧 然后我想的就是 我能跟你一起分斗 但是你现在不开始分斗的话 我觉得太烦了 行我问问他什么 打算结婚了吗 没有 在你自己的人生规划里 大概什么时候结婚呢 三十岁左右吧 其实他除了很强势 然后喜欢编排我的人生之外 其他都挺符合我的要求 你喜欢被别人编排人生吗 我不喜欢 因为我从小到大很少有人去管着我 都是我自己去发现 去体验 一次次的失败 一次次的成功 然后自己做总结 然后我就习惯了我的人生 我的命运掌握在我自己手里 我不喜欢别人去操控我 控制我 那你有觉得现在你的女朋友在操控你 控制你呢 就像一个大妈一样 每天唠叨我 把我确实的母爱都给补回来了 这话你私下跟他说过吗 我私下也就跟他开玩笑说 我就说你那特别像我老姨 女生今天来是分手是吧 是 男生今天来是什么 求喝 求啥喝 不是那么痛苦 求什么喝呀 因为我能感受到 他在心里确实是在乎我的 也是为了我好 只不过我们在很多地方 就比如说消费呀 还有对未来人生的规划呀 存在着很多矛盾 也不知道谁是对的 谁是错的 他想三十岁左右结婚 那时候我也三十岁了 首先就算我一直相信你 你到那个时候还爱我 还想娶我 那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 五年的时间 你什么都没有 没有关系 没有钱 家里也帮不上忙 你要在区区五年时间里面 赚出一个首付的钱 我就觉得这是一个不现实的事 我就特别没有安全感 这都谁给你的概念啊 谁给你的这个 他说的是 就是他家里是一点都帮不上忙的 因为他也是爷爷奶奶 年龄很大了 他不想拖累爷爷奶奶 我也觉得他这边很孝顺 也不想让他拖累 他就别买房了 那么相爱就接了 我妈给我养这么大 我也不想要我妈失望 我妈一想到 就是还心中会养过这么多年 咋了 没房子 就白苦了 精神是我很幸福 但是经济是婚姻的基础 不都没有 所以觉得在精神上找对人了 是吧 对 在物质上就找错人了 所以就一直想拉着他 拽着他 所以活得好累是吧 这些所有想在自己亲手调教下 培养出一个好老公的女人 最后都把这个男人培养成了别人的老公 好好学习 保研 找坚持 再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 多了一切像一条流水线 就这条流水线就是生产好老公的 而你已经不再是他的女朋友 而是那条流水线上的督导 所以你们本来彼此之间浪漫的爱情 让你亲手变成了一次 监督与被监督 好老公养成绩 所以你就变得无趣了 你的那种可怜他的优越感 无处不在 虽然你把它解释成是一种关心 不嫌弃 但其实就是嫌弃 你看你每次说的那些话 我们家又不嫌 他们家条件不好 我妈都说了 这男生只要有作为就行 有没有钱不重要 你以为你所有的这些话 在他看来会是一种宽慰吗 你只能越加的让他感觉到 我家门是不信的 很公式化 很死板 所以我觉得你们去勇于尝试 毕业之后不同的路 规划是要有的 但这种规划 要一定适应得上彼此的编辑 你如果真的想培养一个好老公 高级的培养方式 不是用流水线的方式 而是要从内心去激励和点燃的 让这个男人心甘情愿的 为了你所谓规划的那个家 而奔斗 而不是你腿腿压着的 前提是你要的那个家 和他所想要的那个家 是一样的 这就刚才陆老师说的三观 只有你想的 跟他想的是一样的 不需要你敢 他自己会朝那个方向迈进 好吗 谢谢老师 放松点就这样